那我們開始到我們今天真正的一個開箱的活動已經開始了 那今天是我們12月2號我們今天來開箱的一個錶款有非常多 那首先呢第一支呢我們來開箱的是這個Oragy的Altark 那這支錶呢基本上沿用的機芯跟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這個K1機芯都一樣 那K1機芯再跟大家複習一下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它是自製的嘛它是自製機芯 第二個本身它的勤重系統呢是採用所謂矽的勤重 就是矽的勤重差跟勤重軸 那接下來呢它本身的動力儲存構長了65個小時 然後它的錶鏡呢是39,防水100米 那這錶它本身是全鈦做,是鈦合金做的 那這錶非常的輕,那我們來跟大家開箱 來現在有看到嗎? 那我手上的這支錶呢是它的一個算是它的 應該算是看得到嗎? 這支錶它本身這個算是灰面的 它這個是有點比較屬於灰面式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實錶呢是黑色的實錶 非常的清楚 然後呢它本身這支錶用的是K1的FUOF的機芯 包含了這個小秒針 包含了動力儲存 包含了大日期 那這支錶呢我試帶了結果它本身它上鏈效率非常的快 那我從中午帶到晚上 就中午帶到晚上的時候 現在目前已經上鏈已經上到將近80%了 那這支錶它上鏈效率非常的好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錶的特色 它本身它的一個錶殼呢 跟一般的我們常見的錶殼不太一樣 它做的是這種所謂的延伸式的錶耳 看起來是比較偏這種我們講的 復古大概1970年代很流行的這種設計 它的錶耳呢是有點彎曲然後做一體成型的 那錶殼呢它這個裡面的錶殼也做得非常細緻 它是做一個這個內凹式的一個錶殼 然後它外圈呢是做這種類似有點紋路的外圈 但是外圈是不可以轉的 那這支錶它本身最前面這個是有夜光的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夜光 這支帶那個夜光燈來給大家看 它的指針上面是有夜光的 指針上面是有夜光的 所以這一次呢有帶一個夜光燈給大家看一下夜光 這支它本身它的一個指針上是有夜光的 那這支錶它本身它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就是它是全泰的 其實我個人不太喜歡泰錶 但這支錶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是因為它帶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輕盈 而且很貼手 那這個我居然一般我通常 我對鈦的印象就是它很容易舊 因為鈦它本身很容易舊化 那這支錶它雖然是純鈦的 但它本身帶起來非常的貼手 而且其實它的打磨還不錯 它拉絲拉的很很有質感 所以它其實看起來並不會很顯舊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鈦金屬跟不鏽鋼的一個重量 其實差異很大 今天搞了一個電子秤來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電子秤 那我先將這個 看到了嗎 這是電子秤 那我們先將這個 Attack放上去 那Attack這支鏈帶的錶是91克 91克 這是Attack 那我隨便拿一支跟Attack差不多大 就上個月介紹的這個 迪士尼的不鏽鋼錶 直徑只有40克的 我們把它放上去看看 高達135克 所以 鈦的錶跟一般不鏽鋼的錶 它的一個重量大概會差50%左右 剛才一個是90克這個是135克 所以你戴起來的話它就差很多 那重量感就差很多 好 引擎歡迎喔 看到你來了 那講到這裡呢 因為有點小可啊 再喝一點 有紅香檳一下 好 那這支錶呢 我覺得 其實呢 我們這接連好幾個禮拜都在介紹這個 ORGEO 那其實ORGEO它本身它的錶啊 就它的設計上有它直接很特色的一個點之外呢 它本身它的錶 其實戴起來都很好戴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上兩個禮拜介紹的 Omnium 或是 阿瑞 或是我今天介紹的 Altac 它本身都是非常好戴的 那這錶特別它的一個重量感很輕 戴起來 戴一整天都沒有感受它的它的一個錶的一個重量 沒有什麼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上是非常的不錯 那其實這個設計其實也是挺耐看的 那錶扣也是做的非常的細緻 上面有ORGEO的一個H的一個Logo 那裡面它打磨得很不錯 那我覺得其實這一支 Altac是很不錯 那我有個錶友呢 也是有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Kirk呢 他本身也買了一支這個 他訂製了一支Altac 作為他日常佩戴的用錶 那那支錶跟這支錶很不一樣 是它外圈是平圈 是圓的 是亮面的頂圈 那這個 其實它那支錶我也蠻喜歡的 那其實這個Altac我覺得 其實作為日常佩戴錶是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 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 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 那第一支錶講完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隨時問沒關係 那我都會在線上跟大家做回應 好 好